冯先生的房子位于杭州临安区 较文西成员大约130平方米 他说买的是二手房 我们是去年11月13号签的合同吧 然后11月15号设计师工长 开工医师做完之后 一直到12月2号的时候 把整个家里面的墙给打完了 装修施工合同显示 甲方氏冯先生 乙方氏杭州京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双方约定部分全包形式装修 工期120天 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底 总价款17万整 拆完墙之后就没有工人经常施工 然后一直到2023年的2月20多号 才有工人进来把水电改完 因为我们水电改完了之后 做的那个地暖和中央空调 冯先生说看到当时的情形 工程显然不可能按照预定期限完成 他依据合同提出赔偿要求 并且督促对方提升效率 装修公司表示之前的工长 因为身体原因已经被辞退 到今年的4月份新的工长进来 我们才开始对接 才拉新的装修群开始施工 那从4月13号吧 应该是这个新工长接手以后 一直到今天是6月3号 6月4号了嘛 那只做了铲墙贴砖和吊顶 冯先生表示这样的进度谈无法接受 并且提出意见也没人搭理 更让人生气的是 前期选定的磁砖到了要用的时候 却出现了状况 发现这个砖他没有给我们备货 我们付了定金 付了6万多块钱 但是砖没有给我们买 没有按照我们要求买 就逼我们说要换花色 反正砖没有货了 要换花色 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对客户不够尊重吧 就是第二个就是也说明 他们公司管理有点混乱 我明明交了钱 提了型号 但是没有给我备货 导致我现在只能仓促选一个 我不是很喜欢的花色 冯先生说 对这个装修公司没有信心了 信任感也降到了低点 现在的诉求就是 第一是解除这个装修合同 第二是赔偿我们产这个损失 现在在外面租的房子嘛 那我第一我有租房的这个损失费用 第二个就是我们合同上面 有钱延期交付的一个赔偿 那就是这两块 杭州京亚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 位于拱树区审办路281号的 星河建彩家居城闭馆 现场几位工作人员表示 不清楚情况 你们今天领导不在是吧 对 哦 有 他今天休息是吧 不知道 这客户你们知道吗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 那能联系一下吗 不好意思 联系 您拨打的号码 暂时无人接听 冯先生拨打了施工负责人的电话 一位林先生做出回应 在我们预算之外的 合同之外的 有增加了一个那个地暖项目 和那个铝合金创项目 这个是不是在我合同范围之内的东西 这个工期不能算到我头上来 那我该赔的 我还是赔给你 是吧 那我们需要后期 如果说你现在不认可 对我们前期造成了很不满意了 那不满意 我后期给你再签个补充合同 还要几天完成 咱们一次性了掉 冯先生说 当初对方打着京东家装合作商的旗号 展示实力 可事实上 经过了解并不是这么回事 现在只想解除合同 记者注意到 合同文件带和公司门面墙上 都是京东的吉祥物 和京东居家的字样 解除合同的话 就是把前面的张算一下就好了 首先一个主体 我不是京东啊 这个合同当初是 那之后他也看到的 我们拿出来的张 是杭州金牙装饰 是吧 那盖的张也是这个张 那凭什么 因为我们跟京东的关系 这是一个合作关系 哪方面的合作关系 购物的合作关系 因为我很多产品 都是京东上面买的 我们这边核实了一下 我们跟这家店 没有一个直接的业务往来 他是私自使用了这边的logo 然后我们已经跟对方做沟通 然后要求他们撤出相关的信息 冯先生表示 不认可林总的说法 后续会通过法律手段维权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